近几天,许多的前公牛球员和森林郎却伤了关系,森林郎几乎凑齐了西伯杜之教时期的公牛球员,签下前公牛球员罗尔邓之后,森林郎并没有停下引人脚步。 据悉,他们还在是薛蒙塔·爱丽丝、布兰顿·保罗和布兰顿·拉什三位球员,其中,爱丽丝和拉什已经有一个赛季没打球了,两人上次出现,在NBA赛场上市在2016-17赛季,时至今日,很多人仍然对爱丽丝有着深刻的印象,他曾经是勇士黑把奇迹的成人之一。 职业生涯的12个里,爱丽丝有5个赛季的常规赛场均得分在20分以上,凭借在进攻端的出色表现,爱丽丝也一度被勇士寄予后往2009-10赛季的常规赛,他场均为勇士贡献,25.5分斯兰把5.3助攻。 可是,勇士在2009年的选秀大会上选中了斯蒂芬·库里,这是勇士蜕变的开始,引上爱丽丝本人消滑的转折点。 因为,爱丽丝和库里都是进攻很强,但防守相对较弱,如果两个人同时在场的话,后场很容易被对方针对。 事实上,选秀大会前爱丽丝,就是图足指勇士赛选后卫,为了缓解后场的压力,来到勇士的首个赛季,库里甚至打过三次替补,但爱丽丝与库里的相处并不融洽,同样在库里进入NBA的第一个赛季,爱丽丝场均得到常规赛生涯,最高的25.5分。 可明显,爱丽丝是在证明自己的实力以及在球队中的道,喂,尽管两人在进攻端的配合很有效果。 在2010-113季,勇士对阵骑士的一场常规赛,爱丽丝24分和库里,23分和砍417分。 其中,爱丽丝和库里在第三节,分别砍下17分和8分,最终,依靠着波帆纪勇士也得以在客场逆转骑士。 经过几个赛季的磨合,两位后场球员似乎仍不能完美共存,而且库里也逐渐转路,得了自己的篮球天赋。 于是,勇士把爱丽丝交易到了球路,离开勇士以后,爱丽丝已经换了三支球队,上个赛季更是无球可打。 如今,爱丽丝依然在努力失去,希望能重返联盟。